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本视频包含张杰 中国前前第一夫人,江泽民的夫人王也平 中国前前第一夫人,江泽民的夫人王也平 根据江泽民七位上海交大校友的说法,江泽民本人亲口告诉他们 2001年1月6日是他和夫人王也平的今婚纪念日 他邀了他们相聚,不过事先并没有透露邀请聚会的原因 这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中南海域弃银庄,下午4点左右 张安明、王惠炯、徐家靖、陈尔璋、楼海日、左胡和唐宗言七位校友 其中四位还带了夫人,应邀来到江泽民官邸 久别重逢,赏雪吟诗,欢笑声打破了银台一向的宿景 室内暖意融融,他们围坐一桌,共进晚餐 谈天说地,府京追悉 饭后,江泽民弹起钢琴,亮开嗓门 用意大利语高歌一曲,我的太阳 校友们称赞说,声音雄魂华丽,颇见功力 接着,江泽民又拉起二胡,唱了一段金句 随后,张安明是前娇大合唱团员 江泽民又和他们一起合唱 一首接一首地唱起那些百听不厌的老歌 最后,江泽民与校友合影留念 并说不日将自己签名的照片分送到各位府上 临别前,江泽民才向大家透露 这一天是他的金婚纪念日 归途中,当年的老班长张安明 回忆起荡江泽民证婚人的情景 那是五十年前,一个周末 在上海一名食品 敞动立科荡计术源的江泽民 要与王也平举行婚礼 按习俗要有证婚人 江泽民邀请张安明 王会炯和唐宗妍三人担任证婚人 在大红喜字下见证了一百多亲友参加 历时三小时的婚礼和婚宴 婚礼的地点是在上海市中心的 福州路状园楼 靠近有世界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外滩 结婚日期成迷 按照江泽民对校友的说法推算 江泽民是1951年 元月六日成婚 不过,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所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传中的记载却不同 这本书受到中国当局的热烈推荐 似乎证明其权威性 书中却说 江泽民、王也平是1949年12月结婚的 比校友所说1951年元月六日早了一年多 校友王会炯对库恩回忆说 按照传统 每个宾客都送一个庄前的小纸包 有些孩装在红纸包内 当然 宾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 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 我还是他婚礼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王会炯的这一说法 与上面张安明三人担任证婚人的说法也有出入 毕业后 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王会炯回忆说 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难 因为新工作的压力 还有时局的紧张 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 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反国民党观点 是很危险的 有一次 我们在街上邂逅 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 而有些尴尬 自从1956年 我离开上海以后 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库恩没有采纳江泽民这些老校友上述 关于结婚日期是1951年 元月6日的说法 作者写道 就在江泽民升任厂长 据中国官方资料 江泽民身为副厂长 没有担任过厂长 后的数月内 一名便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 一名成了模范工厂 很快 另一家生产梅林排罐头的食品 厂与一名厂合并 也受江泽民领导 工作之余 江泽民的心思 转向了成家立业 1949年12月 23岁的江泽民 与自己高中时代的新上人 王也平结婚 根据这段叙述的口气 江泽民 是当上一名食品厂负责人 工厂完成任务之后 心思才转向了成家立业 这与上面老校友所讲江泽民 是当技术原石 办妥终身大事 颇有差异 关于江泽民 和王也平的结婚日期 魏石魔会有这样的出入 一众解释是 这分别是法律上 结婚与按照习俗结婚 1949年12月 可能是江泽民 与王也平办理 结婚登记的日子 而1951年 元月6日 则是两人广妖亲友 举行婚礼的日子 江泽民对老同学 不妨按照中国传统 将今婚从这一天算起 而对美国人 则告知两人 从法律上 成为合法夫妻的日期 这也能解释得通 虽然稍显牵强 夫妇二人青梅竹马 亲上亲 他改变了中国中 援引了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 回忆兄长 当年的恋爱史说 当三哥 江泽民 从南京转往上海交大以后 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 也就是 我母亲的母亲 和我的舅舅 也就是王也平的父亲 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 1949年 当我母亲搬到上海时 他欣喜地看到 三哥和他的侄女 正在谈恋爱 江泽民和王也平 两人从小边认识 算得上青梅竹马 王也平 是江泽民的养母的亲侄女 从姻亲 而非血缘 关系上来说 是江泽民的表妹 王也平 是江泽民的同乡 江苏扬州人 比丈夫小两岁 生于1928年 他出生前后的上个世纪二 三十年代时 爷也是上海一名 成功的商人 还是古玩字画收藏家 他的父亲 拥有一家经营 成功的工艺品厂 曾到过美国 能说一口流利英语 但在他早逝后 王家家道中落 财富殆尽 王也平毕业于 上海外国语学院 一辈子都是在基层工作 曾任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文书 总务副主任 主任 直到退休 从他的工作经历看 与他的外语专业背景 似乎没有多少关系 2002年10月 江泽民带着夫人王也平 访问美国 与总统小布什夫妇会见 王也平穿上正式服装 总好像有点不太自在 这是他跟随丈夫 在中南海银台 邀请布什夫妇五宴时合影 许多人起初认为 这对夫妇性格上并不般配 丈夫喜欢社交 甚至着意显露 知识和才能 而妻子则文静朴实 含蓄谦逊 知情人介绍 王也平其实也同样多才多艺 受过良好教育 但他并不爱在外人表现 不知道他怎么能忍受 江泽民那么爱高谈阔论 但不管怎样 他们牵手走过半个多世纪 于是不少人换了一个说法 称赞他们性格互补 相得一张 江泽民夫妇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套房里 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楼 小家庭的成员从两人发展到三人 又发展到四人 虽然越来越拥挤 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 江泽民的母亲搬到上海 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 他和儿子 而媳 也是他的侄女 在一起住了五年 江泽民 还一度提出要把两个妹妹 都接到上海 他们母亲身边来 知情人说 从一件事上 可以看出王也平的贤惠 江泽民对两个妹妹很有感情 尽管公事和家务很忙 仍然照顾着他们 而王也平也支持他 没有发过怨言 几十年后 江泽会回一起三哥 送给他的一件特殊礼物 我们那时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 他露出了微笑 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 他们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 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 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 我们没有运动鞋 因为我们买不起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大笔开支 于是 我跟姐姐决定给 在上海的三哥写信 向他诉说我们的困境 很快 两双运动鞋 就寄到了我们手里 我永远忘不了 我是多么的快活 我向所有同学 夸耀我的运动鞋 怎么比他们的要好 我的鞋是上海的 我说 你们的是扬州的 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 对记者透露了一些 关于江泽民恋爱结婚的细节 两个妹妹到江泽民 在一名食品厂的宿舍 过暑假和寒假 他为他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向他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 冰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还教他们跳跤义舞 王叶平与江泽民成家后 对妹妹来做客 也从不抱怨 江泽慧还回忆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 有时 他会带我们去江湾体育场看比赛 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 尽管他在场里很忙 但只要他有空 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 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泽民在上海一名食品一场 担任过副工程师 公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厂党支部书记 第一副厂长 1951年 汪道涵把25岁的江泽民 调到中国制造厂 后改名为上海制造厂 当第一副厂长 江泽民在事业上节节高升的日子 也是他的小家庭步步壮大的日子 1952年 王叶平生了第一个儿子 取名为棉横 寓意为棉和横久 1954年 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 取名为棉康 寓意为棉和康健 1953年初 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 他的分工职责之一是 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投入制造重型机械和电器设备 汪道涵努力寻找优秀人才 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 任命他在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当电器专业科科长 1952年下半年 中共决策曾决定要从各大区调及力量来加强中央部门 毛泽东这时也正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不满 便下令让高岗 习仲勋 邓小平等五位大区负责人无马进京 以分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部分权力 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 被安排担任国家纪委主席 将过去由政务院管的八个部交给他来管 其中就有一机部 一机部接到指示制定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在当时算是头等大事 汪道涵提议把江泽民调到北京协助起草 这项人物是将对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全局计划体制的精髓 以及政府决策机制有了深入了解 五十年代初是中苏蜜月期 数以万计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指导建设和管理 成千上万中国人被派往苏联 从各方面模仿老大哥从行政体制到操作归程 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 不仅资金物资都统一掉拨 人员更是如此 有一首诗说 甘当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就描绘了这种情况 而且所谓需要 就看党组织领导人怎么认定 江泽民被汪道涵搬去搬来 越搬越顺手 只是苦了王也平 作为技术干部的家属 家中一个孩子正嗷嗷待补 另一个孩子将姑姑坠地 但是他知道丈夫受到青睐 被上司看作年轻有位 不能拖后腿 于是尽量想办法自己克服困难 婆婆搬来与他们合住 帮助他带孩子和操持家务 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 其中最为亮眼的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5年江泽民的二儿子才一岁 他被派往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 一年后回国 就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单 任动力处副处长 副总动力师 动力分厂厂长 这个时候王也平和孩子们也都来到这里团聚 住了整整六年 与上海相比 长春的条件要艰苦得多 天寒地冻 四顾挨挨 对于在江南住惯了的王也平 是个严重考验 他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健壮 越拖越觉得受不了 江泽民工作繁忙 他一人带两个才几岁的孩子时 再不容易 而孩子健大 如何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更得操心 他们萌生调回上海的念头 这时又多亏老首长汪道涵 将他们双双调回上海 都进了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 很长时间与丈夫两地分居 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 最早是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 供销分局检验组金钢试验所的基础上成立的 起初叫一机部电气工业局上海试验所 承担电气产品的复验和质量监督 1958年毛泽东搞大跃进 这个研究所也跃进了一把 在上海普陀区五宁路505号 另一新纸予以扩大 全所设农村电气化 电炉 工业电子应用 整流器 低压电器 中小型电机 电工金属材料 电焊机等八个研究室 1962年 江泽民调任这个研究所 技术副所长 但是该所主要研究方向 是中小型电机和电焊机 而江泽民学的汽车动力 所以专业并不对口 不过他一当四年 王也平也同时调入担任总务秘书 在这个研究所一直工作到退休 江泽民担任副所长时 有个叫曾培炎的大学生 毕业分配到研究所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 曾培炎官运亨通 进荡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很快 江泽民 王也平就在研究所附近的曹阳新村 分到一套当时看来很现代化的 两居室公寓 安下了家 库恩 他改变了中国 理解到 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 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 这套房子 虽然地段比较偏僻 但是上班非常方便 王也平在这里一直住到1985年 江泽民这块砖 后来继续被汪道涵搬去搬来 1966年2月 江泽民受汪道涵推荐赴武汉担任 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 代理党委书记 末多久就碰上文革狂飙 受到冲击 而后靠边站 几年后才到北京担任 一级部外市局局长 王也平则坚守上海 不再挪动了 江泽民在武汉 在北京 都一直过住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一个热水瓶的简单生活 两地分居的生活 对夫妻双方都更加艰难 但是两害娶妻亲 还是比老婆孩子 都跟着江泽民颠沛流离要好 1985年 江泽民回到上海担任市长 这才合家重新团圆 那时 王也平还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工作 江泽民刚履新 立即视察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 童年全家搬入上海康平路的高干公寓 王也平才从研究所总务主任的位置上 办理退休手续 无意中荡了陈良宇的伯乐 江泽民回其母校 陈良宇陪同 王也平在研究所工作的晚期 认识了后来垮台的 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无意中荡了陈良宇的伯乐 多维月刊曾经刊载了特约记者欧阳全的文章 陈良宇提升王也平 汪道涵提拔陈良宇 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1971年下 放给上海市机电一局所属上海电气工业公司 成为机电一局下属的419家基层单位之一 上海电气工业公司 是上海市机电一局下属的八个专业公司 中规模较小的一个 1978年电气科学研究所 恢复第一机械工业部 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 但是行政归属上并没有变动 仍由上海电气工业公司领导 樊中夏曾干部任命 党团活动职工蒋成等 都一体规机电一局领导 时任也经矿山公司党委 副书记陈良宇 1984年3月被机电一局 任命为上海电气工业公司党委书记 这个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 正好是陈良宇属下 党委书记的权限也不大 主要是党团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的人事工作 但是陈良宇在这个岗位上发现了一座金矿 电子工业步步长 党组书记江泽民的夫人王也平 就在自己手下的研究所当总务副主任 而这个江泽民又是机电部门的老领导 现任上海市长汪道涵一手提拔的 中共党内早就因为战争年代 不同方面军 不同野战军形成了各个山头 到上各世纪八十年代 又从五六十年代的专业系统逐渐形成新的山头 陈良宇当时十分看好机电系统 机电系统是上海实力雄厚的老大 陈良宇上任一使 立马下令把王也平从总务副主任提升为主任 他常到电气科学研究所调查研究 醉翁之亦不在酒 在于结识王也平 年近四十的陈良宇在王面前非常恭敬 毫无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架子 一口一个王阿姨 随后很快就登门拜访 陈良宇经常将电气工业公司所分配的福利 例如过年过节分配的冻鱼活鸭挑选最好的一份 其出自行车亲自送到江家 进了门像自己是江家小辈一样主动帮王也平干活 王也平晚年多病 每次不舒服 陈良宇贵位公司一把手 总是亲自去王家嘘寒问暖 还尽量带妻子黄毅玲一起去 因为黄懂医术 黄毅玲询问病情 在介绍上海最好的医生看病 陈良宇责钻进厨房 帮王也平做饭 煎药 其恭敬体贴 让人受宠若惊 王也平的丈夫不在身边 遇到上级公司党委书记这魔伺候 陈良宇又谨言慎行 有求必应 自然对陈大声好感 陈又一再说有什么事 就给我打电话 王漫漫也不再客气了 人不舒服了 就给黄毅玲打电话 让他帮助安排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当时 江泽民的小儿子 江绵康从部队退伍回上海 在一家工厂当工人 江泽民远在北京 工务繁忙 鞭长莫及 无暇照应 王也平对陈良宇提起此事 陈发现了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 立即将将绵康掉入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 掉入之后 马上又下令 由研究所出资 让江绵康到上海市 业余工人 大学读书 这个小儿子 是王也平的心头之肉 陈良宇 亲力提供条件 培养江绵康 王也平的感谢之情 不言而喻 桃桃报李 王也平 王也平为达谢陈良宇 特意去拜访汪道涵 江泽民 王也平夫妇跟汪道涵之间 本来关系就特别密切 1949年之后 江泽民历次升迁调动 都有汪道涵之功 文革期间 汪道涵被打倒 使王也平冒着风险 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 因此 汪道涵向来对王也平 也另眼看待 王也平拜访汪道涵 向汪界哨了陈良宇 说他如何诚恳情景 如何汇照故人 如何有办法找到 上海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十年69岁的汪道涵 担任上海市长五年任期届满 当时正是共产党高官离休高峰时期 听王也平介绍陈良宇的优点 灵机一动 认为调这个人去专门照顾老干部 倒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汪道涵想到就做 要在自己退下来之前落实 便马上和上海市委组织部打了招呼 1985年1月 上海市委组织部一旨调令 任命他为上海市老干部局副局长 他后来清云直上 正发任于王也平这次推荐 试图就此迈开了关键一步 市长夫人被错当成保姆 当了上海市场 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涯 江泽民总是尽可能回家 与家人一起吃饭 这正中王也平的下怀 他不喜欢社交应酬 更乐意待在家里 只跟左邻右舍来往 当他们家搬到警卫森严的康平路 高干居住区 王也平卫不得不离开 相处二十年的邻居 而心情郁郁 这时 他的心态已经从相夫教子 转到韩仪弄孙 他们的孙子叫志成 为长子棉横所出 孙女叫志云 为次子棉康所出 志成因为小时候头发少 被昵称为毛头 而孙女志云的昵称是妹妹 江泽民夫妇格外疼爱孙辈 一见他们就眉开眼笑 江泽民刚回上海 官邸在装修 临时住洪桥迎宾馆 这个期间王也平 还闹过一个小笑话 一天中午 王也平吃过午饭 用铜车推住爱孙矛头 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宾馆 看望一位北京来的老友 到了宾馆门口 被门卫挡了架 王也平说找北京来得住 某某号房间的某某人 这位门卫打了电话 证实无误 这才同意放他进去 但要他填一张会课单 对于不成叫车进出者 这也是例行公事 这时 门方里另一位门卫说话了 算了算了 别难为他了 人家当保姆的 又不识字 你要人家填什么单子 正说住 北京那位老友 迎出来了 握住王也平的手说 哦 市长夫人来了 两位门卫面面相去 脸红耳赤 王也平一笑了之 也难怪门卫有眼不识泰山 王也平平时衣着普通 又不烫发 不识之粉 这一天上穿 很普通的棕灰色毛衣 下穿藏青色裤子 脚上一双瓶口布鞋 又推住一辆铜车 谁认得出 她是上海第一夫人 这个故事在流传中出现多重版本 另一说是王也平去市政府一个大院 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 在门口被卫兵给拦住 还有一个王也平向公家借铺盖的故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王也平头一次开口 向管理科借两条被子时 工作人员都很诧异 借被子干吗 原来江家有亲戚从扬州来上海 主人打算在家里摊两个地铺 留客人住上积田 工作人员建议 可以住行政处的小招待所 路不远 也不是宾馆 一共三十来个床位 弄得还算干净 收费也便宜 但王也平说 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们自己克服一下 再说家相来的人 住在一起 谈谈家常 也更亲热些 后来 工作人员不再把王也平 向管理科借卧剧 看成稀罕式了 这似乎也是江家的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老家来人 就在家里睡地铺 他家亲戚来上海的不算少 一年总有五六次 每次少则一二人 多则三四人 王也平一年 要向管理科借五六次卧剧 冬天借被子 夏天借席子 知情人介绍 江泽民虽然贵为市长 后来又升为市委书记 但由于家庭人口较多 住得并不算宽敞 二 三楼三间房 加起来五十多平方米 一间 是江泽民的书房 摆住一桌 一椅 一厨 和一个沙发 后来还放进了那架 新满的钢琴 一间是他的卧室 住住江市夫复合 矛头三个人 还有一间 住住二儿子棉康的妻子 与孙女妹妹 底楼二房一厅 一间住住人称老阿泰的 王也平的母亲与保姆 一间吃饭用 中间的厅做了会客室 也是全家人 包括保姆吃过晚饭为住看电视的地方 越有老家来人住宿 只能在客厅 或书房里打地铺 底楼厨房之外 还有一个小房间 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筑师设计 是让庸人住的 但王也平考虑这个小房间的光线 朝向都比较差 莫让保姆住 只坐杂物间 偶尔临时住上的板人 这个故事 讲述者的重点无非 是强调江泽民家 如何简朴 但是听者 也难免涌上疑问 既然来客如此之多 为何自己家不够之若干 专攻客人用的卧具 而是平凡的无常借用工价的被子 席子呢 这同样 还是占工价的便宜吗 教授夫人一场梦 虽然江泽民 在十三大上进入了政治局 但六十三岁的他 觉得要考虑自己的后路了 根据传统 他可以被安排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但这个贤职 对江泽民没有吸引力 他想成为母校 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 要想到 交大任教 只需在适当场合录一点口风 自然就有冯英之辈会盲 不迭地将教授聘书 送到他手上 但他更希望 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 来取得 他回忆起翻译过 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 就和老朋友 从1981年 就担任长春一气副厂长的 沈永延联系 当年 他将翻译的手稿 交给他请他叫定 江泽民问 手稿是否还在 沈永延接到江泽民电话 一时也想不起来 手稿到哪儿去了 毕竟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 其中还有十年 是大混乱的文革 让他更诧异的是 身为高官的江泽民 居然还莫忘了 这份手稿 他在书架 和壁橱翻箱倒柜 居然找到了这份 被遗忘的手稿 如同出土文物啊 但他已找不到 俄文元稿了 这对江泽民 已经足够了 他大感欣慰 立即在与原来的俄罗斯 顾问联系 要一份俄文元稿 一个月内江泽民 就收到那本俄文书 马上又寄给沈永延 恳求他帮忙 把手稿叫对 和编辑一下 江泽民说 这本书对 我很重要 沈永延将江泽民的急切 理解为 除了退休后 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 还将了去多年前 江泽民 对他的俄罗斯导师的承诺 当沈永延才完成 手稿叫对定证的一半 一场政治地震 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 紧急通知 要他立即乘砖机杆 往北京 邓小平在西山别 树召献他 邓告诉他 由他取代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 江泽民震惊之余 内心复杂 他表达了他对邓的感谢 和对党的忠诚 也承认自己担心 担当不起党赋予的 伟大使命 将后来说 我感到如林深渊 如吕薄冰 这个消息 对于王也平来讲 也如同晴天霹雳 他内心一百个反对 食不安息 睡不安枕 但是 中共元老选中了他 邓小平认为 中国的新领导班子 要具备迹象关键素质 比如说 品质高尚 江泽民 与任何丑闻都没有联系 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构想 他有专业技术 政治经验 以及外交才能 邓称江是一个 构格的知识分子 连他主要的不利条件 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 也变成了优势 邓小平说 我需要一个 不搞小圈子的人 沈永延后 来对江泽民传的作者回忆 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 成了党的总书记 我们小小的 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但四五天后 江泽民给沈永延 打了电话 永延 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 沈永延怀疑地问 泽民 你已经是总书记了 你还需要这本旧书 做什么 江泽民回答 我们必须善事善终 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 已经去世了 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 江泽民不时地打电话 给审询问书的进展情况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 他的出版花了30年 第二年 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 恩师已经去世 江泽民赠送一本 给他的家人 并把有限的稿费 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 江泽民入主 中南海半年 立足稍稳的1990年 农历新年前夕 邀请沈永延 来经办事时到 他在中南海的新家做客 沈这次到北京 主要是向中国人民银行 申请5000万元贷款 厂里已经到了 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火烧煤吗 江泽民给银行行长打电话 帮助落舍他的贷款 尽管身体不适 王也平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沈 沈永延断言说 他对权力或地位 没有一点欲望 他对丈夫获得的新职位 和威望病不感到开心 确实 王也平级不不愿意江泽民 登上大位 他更希望江泽民 能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 他一点也不想当第一夫人 吴宁当一个普通的教授夫人 而中国政坛的险恶 早已尽人皆知 江泽民又是 在这么一种你死我活的关头 被黄袍加深 弄不好 就会人头落地 更是让他时刻提心吊胆 但是怎么办呢 江泽民属虎 早在 他改变了中国 出版之前 就有一位外国记者杜琳 写了一本 悬崖上的虎 江泽民传 形象地描绘了江泽民的处境 他完全不由自主 王也平也只能摇摇在 上海昼夜悬心祈祷 抱怨家 根本不像个家 王也平也为儿子 孙子们的地位 随之改变而担忧 江泽民突然成为 中国一号领导人 这个消息对家中 其他成员也是一个负担 当时 江泽民的长子 37岁的江绵恒 正在费城的 德雷克斯尔大学电器 和计算机工程系 读研究生 江泽民 在武汉靠边站时 大儿子江绵恒 才十几岁 刚刚初中毕业 就被送到农村 同其他知识青年一起 锻炼改造 后来 他在凉库工作 成天扛大带面粉 文革结束后 才进了大学 又到美国深造 1989年6月24日 江绵恒被系主任布鲁斯 爱森斯坦紧急召见 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问他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 默等江绵恒回答 爱森斯坦教授就告诉他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江绵恒一下惊呆了 爱森斯坦教授说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 首先 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 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 我们不需要他们 我们会保护你 其次 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 绵恒说 据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 在他回到自己狭窄的公寓 电话响了 美联社记者想要知道 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 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江绵恒措手不及 但他的回答后来被评价为机制 我父亲是我父亲 我是我 1995年6月 在江泽民当总书记已经六年之际 他邪夫人王也平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 见到了老友沈永言 沈永言看到 对于江泽民的家庭来说 高处不胜寒 王也平对家庭的老朋友一点不见外 埋怨说 他们家根本不像个家 丈夫总是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 常常很晚才回来 他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 有时候看到 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触都是 江泽民和王也平住在一座小四合院里 据说原先是禁卫君驻地 格局颇有中国传统住宅的典型性 四面房子围住中间的一个天井 院内院外都很简朴 江曾带住沈永言四处参观过 沈注意到了这个家继续过注简朴生活 除了几间卧室 包括王也平母亲的一间 只有一间小客厅 一间书房 一个餐厅和厨房 住处只有一台电视机 参观完之后 他们坐下来 共用便餐 六菜一汤 江泽民和他两人喝完了一瓶绍兴黄酒 王也平几乎什么磨吃 江家保姆 把我看作自家人 江泽民在上海期间 家中先后用过两个保姆 其中第一位是安徽姑娘小红 长相清秀 是从北京跟来的 刚到上海时还不满二十岁 干了二三年 未婚夫催小红回去澄清 此时她对江家有了感情 不忍离去 江家也舍不得放她走 但不能耽误她的终身大事 最终还是让她走了 小红走后 江家有很长时间没用保姆 扬州一个姑妈曾来帮助烧烧饭 家务室大部分都由王也平料理 但后来王生病住院 才由行政处安排 临时找了个小王 帮江家烧饭 料理家务 江家有一条规矩 保姆同桌吃饭 保姆不到 饭桌不开 居家上下 却把保姆看作自家人 客客气气 和和睦睦 王也平的母亲老阿泰 当时八十多岁了 身体上健 一天到晚闲不住 给保姆帮忙 按中国当局有关规定 省市委负责人 每月有若干元保姆费 王也平把这笔钱如 束缚给保姆 还贴上几十元凑个整数 小王从长熟来 比小红大十岁 第一次踏进江家门时 心里很紧张 路也不敢走 还怕烧不好饭菜 想象不出这磨大的官家里 是何等排场 有哪些规矩 担心自己干不好 这份差事 江泽民 献他手足无措 便和王也平安慰他说 你不用紧张 给我们烧烧饭 就帮了 我们最大的忙了 他们便跟他打去 我们都是老乡啊 你是长熟 我们是扬州 小王 在江家干了三个月 因为心脏发病 根据医生的意见 回老家养病去了 临走时 王也平送了他一袋水果 和卖乳精 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还一再嘱咐他回去后 要养好身体 有空全家一起到上海来玩 小王是个 很朴实的城镇妇女 她含住泪水 与江家一一而别 三个月下来 想不到你们 吃住都这磨普通 待我都这磨好 我真感到 离不开你们了 根据江泽民夫妇的意思 小王走后 行政处专门跟小王所在的 常熟之唐镇 取得了联系 请政上对他的治病 与工作安排 给予适当的照顾 后来 小王与丈夫到上海 来看望江泽民及家人 江家热情接待 晚上就让小王夫妇 睡在他们家里 精神痛苦 身体也痛苦 如果说 江泽民当总书记 给王也平巨大的精神压力 让他昼夜 担惊受怕 纳摩 江泽民当国家主席 让王也平的身体 也受到巨大的折磨 因为 他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在中国表达了 与国际接轨的愿望之后 在许多公开场合 他不能缺席 但是他多年患有颈椎病 稍微动弹 一下就浑身疼痛 露面就意味着 必须忍受住 巨大的痛苦 江泽民坦诚对妻子 感到担心 说他却比 我还紧张 我很同情他 尽管他最终学会了 扮演自己的角色 然而在公众眼里 王也平根本就没有 真正的感觉到自在 1994年 王也平随同江泽民 出访法国 在国宴上 他自始至中都 忍受剧痛 还觉不能行之余色 必须有亲切温和 泰然自若的表情 这对他而言 真是一场酷刑 他对沈永延 诉苦说以后 要尽量避免出国 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 除非礼节上 要求他非出席不可 他得担负起必须的责任 沈永延感慨地说 他变得那么坚强 真是不容易 而1997年 江泽民访问美国时 在高谈阔论的国家主席身边 走住一位脖梗僵硬 气质朴实 甚至吐气的夫人 出乎意料地赢 得了美国朝野 和媒体的交口称谕 他们将名显身体不好的 中国第一夫人 带病跟随丈夫 来美国访问 李姐为中国领导层 高度重视中美关系 要真心诚意地 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她的病弱姿态 反而为中国争 取到了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沈永延私下里 曾劝江泽民说 你和夫人出国访问时 好像总是抓住她的胳膊 拽住她走 在电视上 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泽民无奈地回答 我怎么办 要是我不扶住她 她就走不动 江泽民 在上海教大读书时的教授 顾玉秀和夫人 曾惊谈到对她的印象 顾玉秀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毕业的电机工程博士 是未闻理接通的政客兼学者 江泽民和王也平 1997年访问美国时 专程前在费城的雇宅看望 送给年已95岁高龄的老师 一尊花瓶 四段丝绸和一本夫妇俩 都签上名的5000年文明史画册 顾玉秀的夫人后来告诉朋友 王也平身体较弱 上厕所时 坐下去都起不来 是我的孙女儿 慢慢把她扶起来的 可见 王也平的病情 远比人们看到的严重 换句话说 她的毅力 也远比人们看到的要强大 学外语的不秀外语 江泽民对外语的浓厚 兴趣众所周知 2001年夏天 在北戴河 他带了几位语言专家 一同前往 江泽民曾说 如果你由于语言的差异 而无法与他人交流 你们怎么能交流观点或者达成协议呢 但是一个不无奇怪的事实是 王也平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课班出身 却很少看到如此乐意秀一秀 自己外语的江泽民 表现出于他在这一方面的共同语言 江泽民从在扬州琼花关小学念书开始 就受到传统文化的薰陶和灌输 有一部分课程是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 开设 在这里 江泽民学会了演奏 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等各种各样的乐器 还不到上学年龄 父亲每天就要他背诵唐宋明家的经典诗句 上中学期间 江泽民又渐渐爱上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 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以及《悲惨世界》 担任国家主席后 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 江泽民还涉猎了美国文化 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 林肯的演说词 1997年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 江泽民谈到了他的个人兴趣 他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 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比如说 我喜欢读唐诗、诵词和原曲 也读过《诞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 托尔斯泰和马克、土温的一些作品 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 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有人说 王也平也多才多艺 但是人们看不出来他的才艺究竟属于哪方面 也看不出来他对丈夫的爱好的态度 更看不出来中国古话所说的情色畅和 倒只是看到 即便是江泽民退休多年之后 许多场合还是邪夫人一起亮相 例如,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黄菊病故 在向遗体告别一事上 他就挽住王也平,眼睛红红的露面了 很难想象 王也平与到不同不相为谋的黄菊夫人余慧文会有多少能够交集的话题 好在 在这种场合 除了节哀保重也不需要说什么 王也平的外甥吴志明一度官拜上海市委常委公安局常 陈亮于垮台时 人们疯传吴志明也卷入上海帮的那些步伐勾当 一时间他也似乎命悬一线 隔三差五就传出他被调查甚至双规的小道消息 但是一次次有惊无险 居然过关 人们不相信王也平对江泽民吹枕头风会为他说相 但人们相信 对这位江泽民的内侄办案人员不得不投鼠忌器 慎而有慎 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吗 十八大后 不仅吴志明平安着陆 江泽民看好的于正生 韩正和杨雄也纷纷加官进决 于当了常委 韩正当了上海市委书记 杨雄当了市长 江泽民的健康一直是海外媒体关注的热点 不过这磨多年来 不过外面有多少风吹草动 江泽民都最终以笑迷你的露面 击破谣言 实际上 他的身体状况确实 有说不清的地方 被当局只是六四幕后黑手的中共前 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童 在大陆媒体销声匿迹23年后 突然亮相2012年8月号的 炎黄春秋 在该杂志署名刊发一篇 回忆胡耀邦的文章 鲍本人对内地媒体敢实名看出他的文章感意外 认为事情很微妙 可能与当前政治形势有关 鲍童的文章题目为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勘于 《炎黄春秋》2012年8月号 全文1700字 主旨是博中央保健局前局长王敏青 早前发文回忆 1989年4月8日 在中南海淮仁堂抢救胡耀邦的经过 鲍认为 王的陈述与事实不符 值得注意是 鲍文是以读者来信刊出 且在目录中没有显示 他在文章中提到有趣细节 当时主持会议的赵紫阳问在场水有心脏病药时 时任政治局委员江泽民犹豫一下 说我有 但立即声明 我没有心脏病 从来不带这种东西 不过 老伴一定要我带 这也看出 不仅旁观者对领导人的身体感兴趣 就连领导人自己也非常敏感 毕竟 有时候能打倒自己的 未必是病症本身 而怕的是人界病说事 岂是 2011年年中 江泽民被死去活来一次 结果被证实 发高烧是吃扬州特供的体内 有寄生虫的甲鱼所制 能治疗这种寄生虫引发的高烧的药 中国还没有 知情人告诉 明镜月刊 最后 还是从日本进口了特效药 救了江一命 江绵横身体原因 放弃仕途 熟悉江泽民家人情况的消息人士 曾对明镜月刊 说 江泽民对北京的气候和环境不太习惯 他得的两个儿子 夫人和孩子也都是上海人 更喜欢上海的生活环境和方式 因此 江泽民退休后 除了在很特别的情况下 才会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海和家人一起度过的 外出视察或观光旅游 也都基本上都以南方为主 江泽民夫妇因为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 也算是人之常情 不过他们的大儿子江绵横身体也不好 知情人说 江绵横1952年出生 2011年11月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10年59岁的江绵横不再担任中国科学院复院长 一时监狱论纷纷有以江家失事了的传言未深 更有好事者专门分析免去和不再担任职务最大的区别 免职是被动的 不再担任职务通常来讲是主动辞职 得确 江绵横是因为身体原因放弃试图发展的 知情者说 说是什么 因为江家失事是不靠谱的 他本来就无意在政界往上爬 以江泽民的势力和地位 他的儿子真要想当官的话 是不需要做行政副职一步步往上升的 早在陈良宇当年职长上海时 就想提拔江绵横当上海副市长 实际上 江绵横身体一直不好 患了很严重的肝病 为保身体 他早就放弃了在仕途上发展 知情人说 消息来源指出 江绵横的妻子王小玲 也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曾当过演员 上海太子党圈内人都知道 王长得非常漂亮 年轻时是个大美女 江绵横的儿子江志成 1986年出生 曾有传闻称 江志成是在江绵横留学美国后出生的 但熟悉江家情况的消息人士称 江志成也是在上海出生的 出生一年后才随母亲王 小玲到美国与父亲团聚 在美国长大 后来又到美国留学的江志成 毕业后进入高盛工作 像许多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一样 高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 走的也是高层路线 聘请中国高官后 带进入高管层 利用其人卖关系和家庭背景 打开中国市场 据消息人士说 江志成在高盛 香港 工作不长时间就离开了 随后便转向私募基金 跟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走得很近 江泽名儿子江绵康比老大小两岁 1954年出生 现兼任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上海城市发展 杂志设设常 中国GS协会常务理事 消息人士介绍说 跟哥哥相比 江绵康比较低调 江绵康的独生女儿 叫江志云 1988年出生 目前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森分校读本科 江绵康的妻子姓李 长得也很漂亮 原来在上海无线店 18厂工作 李的父亲原来是上海市 二清局副局长